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得的三位是尽一切佛三位 这个层次就是法身菩萨 在《华严经》里面 最低的位次是原教粗诸菩萨 别教是粗地菩萨 才得到啊 大惩罚里面称这种人 是大吃大悟 明信尽信 释迦牟尼佛 在菩提树下 誓信 大觉进行 是这个层次的 在中古 唐代 禅宗六族惠能大死 在五族忍和尚 听讲心干净 听到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 他也其如这个境界 那五族把一波传给他了 这是 尽一切佛三位 他的地位 在设法界之上 换一句话说 设法界里面的人都不信 设法界里头最高的是佛法界 那个佛能不能见佛呢 能见佛了 但是没有见一切佛 这个我们要知道 二维越智菩萨 才能见一切佛 法身菩萨 也就是说 破一平无名 正一分法身 这个地位 我们知道 这个地位 是非常不容易得到的 但是我们今天非常幸运 遇到 祝佛法中 无比殊胜的法门 超过八万四千法门 这就是禁宗的念佛法门 在西游南风 遇到了 能信 能解 能行 能正 这个正是什么 往生就是正 凡神同居土 下下平往生 也是正 这个正可不简单 无量寿景 四十八月 第十八月里面讲 阿弥陀佛自己说的 凡是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借做阿弥陀佛 是菩萨 这还得了啊 是不是真的做阿弥陀佛 理上讲不通 理上讲不通啊 没这个道理啊 为什么 你代业往生的 你见识烦恼 成煞烦恼 无名烦恼 都没有破啊 到西方极乐世界 生凡神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他们要是生净土的话 他住在哪里 他住舍报 专业土啊 他不再凡神 通知土啊 那么阿弥陀佛 说这个话 不是假话 真话 你为什么会 成为阿弥陀佛 那是阿弥陀佛 本愿为神 加持给你的 不是你自己的 智慧神通道理 是阿弥陀佛 加给你的 那 弥陀把这个智慧 神通道理 加给你 你就跟阿弥陀佛 一样 所以 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 真平等 他也有 仕途 他仕途是一样的 平等的仕途 这个不可思议 无法想象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